还有岩石吗 还有岩石吗 我没有分享的微博 社会没关系 对啊我可能是今天开直播开最多的成人 世界杯都开始了折腾漫天 我愿意用尽一切努力 就不再归离 让我们过天地 下雨的片居 追光连接近 在风中摇曳 以爱刻骨铭心 开地里占不为人余 对 OK 上马链 西瑁 起庆 天地 西瑁 起床 上马链 走 起床 马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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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了中心 因為還有其他的事情 然後晚上才回來 我現在都學會了夾這種捲捲的冰角 可是我夾得很醜 好看 但是我已經盡力了 讓我能夠甜蜜 這段念白呀 這段念白的意思是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叫做 朱珊珊的大魔王 他為了毀滅全世界 他 對呀 我沒有染頭髮 哪有染頭髮 變不下去了 綠光 我喜歡這個 特別喜歡這個 你們不覺得這首歌 聽完之後會很激勵人嗎 不 為什麼UNIVERSE的英文不是我讀 因為我英語不好 我讀會很跳戲 其實就是UNIVERSE的開頭的英文是 是一個紀錄片裡面的一個片段 新聞片段 然後他意思就說 就說 什麼 宇宙的誕生是一個奇蹟 然後人類活到現在已經到 已經有多少多少年了 然後 也經歷了很多 然後請你仔細聆聽這個故事 或許你能夠在這個故事中 找到自己的故事 對啊 就是 其實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從這個UNIVERSE的故事裡面 找到自己 而且其實我 就是UNIVERSE的歌詞 是繞著三題一些的嘛 如果看了三題的話 你看那個歌詞 你就會覺得 很有共鳴 不是 有一次 還要面對 約定的季節 還沒來得及道別 你走得堅決 別人陪我過海岩 散開的感覺 經球大戰什麼鬼 我本來就很中二啊 對呀 昨天 昨天馬玉琳跟我說 她說 她說她看我就好像在看一個熱血動漫 對呀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我去年 我去年生日公演的時候不是表演的電吉他嘛 然後今天才知道原來我當時表演電吉他 就是連上海這邊的stuff 他們都有覺得很震驚 就是都會引起上海這邊的stuff有關注 我以為就是他們不會關注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去年就是B50的時候 我去錄音的時候 當時那個錄音老師是 不是B50的時候 是總選完了錄那個 錄那個驚嚇聲典的時候 不是驚嚇聲典 是什麼來 絢麗時代的時候 然後那個錄音的老師就會說 你是那個彈電吉他那個嗎 我說是啊 當時我就覺得很期待 然後我說你怎麼上海的stuff還知道我彈電吉他 對阿 後來就是 我不是寫那個口袋48的案例文嗎 然後總選的時候 不是會有那個口袋48的後台直播嗎 然後我去的時候我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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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48的stuff都會說 誒 你之前是寫案例文的那個嗎 對阿 就是 就是我會覺得原來 原來上海的stuff也會很關注這些事情 就雖然我是分團的成員吧 就是這首 就是這首 它循環了我們放下一首 就是這首 就是這首 它循環了我們放下一首 是因為喜歡你 對阿 我上次 就是聊天的時候前輩也有提到說 我生日公園的時候寫 寫了那首 就是原創的歌 然後我才 我才知道阿 原來前輩也會 就是關注 我以為就是只會 我們分團的成員和粉絲 才會關注到這種事情 對阿 前輩對我們都很好 我們上台的時候 我們昨天 錄演播梯 然後我們上台的時候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前面他們就一直有說 就給我們打氣 給我們加油 就說加油 就特別開心 對阿 我好慫 我特別慫 我不敢說話 我就是很多事情 別人外向的人會 就是對於很多外向的人來說 就張張嘴的事情 我真的就 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氣 我才可以去做 就今天我 剛剛不是直播之前嗎 然後我沒有那個手機支架 我就在外賣上面點了一個 就是那種刨腿嘛 然後讓刨腿去幫我買手機支架 然後結果那個 那個刨腿的那個外賣員 是一個就是 是一個阿姨 然後我就覺得她很辛苦嘛 我就想說 等她送到了我就 多給她20塊錢 因為她只會輸給她 但她只是單獨支付的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刨腿她是會在給你單獨支付的嘛 然后我就想说我扫他支付宝的时候 我就多给他打20块钱 结果他直接就是 就是给我放的那个二维码里面 就已经是规定了那个手机支架的10块钱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多给他20块钱 然后我也开不了口说我多给你20块钱吧 然后结果最后就那么走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有点有点可惜 对一般的那种收款都是 只是扫到收款 然后你自己输多少钱 结果他就刚好他就直接把钱都输上去了 我就没有办法再加进 没有啊我就想如果他只是 只是就是他没有打钱的话 然后我自己付钱的时候我就自己多付20块钱 然后我等他走了 我再去说 就是 再给他发个短信或者怎么样 没有那个是跑腿的 对啊我就没有办法开口 开不了口 我很内向的好不好 我是一个宅 我在进这个团之前我是零社交 没有社交 对啊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大城市 然后 这壁 我真的零社交好不好 我没有做直 因为我抱着这个抱枕 我就会想这样子 只要在唱这个神秀西肤 我手机掉了 没有啊虽然我很内向但其实我不抑郁了 我并不是很抑郁的那种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我爸爸是很乐观的那种 然后可能从小我就是那种比较乐观 对啊就是我打个比方说 我高考的时候考的分数就离二本线差十五分嘛 然后我们省最好的那个三本的学校 就是我考的分数离他的分数线差两分 然后就就是很不好嘛 然后就只能考上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学校 然后我爸爸就会就会说 说这不挺好的吗 你就不用去那个就是有点偏的学校了 你可以去一个就是就是比较靠室内的学校 然后你就可以每天不是每天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出去玩呀 就这样玩就很好 对啊就是每次都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爸就说这不也挺好的吗 对啊我从小都是就是就是就是我挺惨的 然后永远都是离我想要考的学校差差一点点 要不就零点五分要不就一分要不就两分就很惨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真的考上学校以后我觉得都差不太多了 对啊就虽然也就离清华差那么一点点吧 就很可惜嘛对吧差一点就上清华了呢 对哦换歌 换了换歌 换了换歌 我从小都是压力不会太大 我从小都是压力不会太大 没有啊我之前去参加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节目里面有个就是超好看的小姐姐 她是一个混血然后她是清华的学生 她说她之前抱过SNH的武器身但是没有过 其实也蛮正常的因为她的风格是不太适合我们团的风格 但是她确实就是条件很好 对啊就是长得很好看然后还混血 她是什么混血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俄罗斯混血吧 但是特别高很高 对啊但是因为其实风格不太合适 对啊很好看这小姐姐 对啊很好看 具体我也不太记得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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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可能因为我们团我觉得我们团风格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如果实在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会照ogle 7号17号我在的呀 直播看球 你們不都看一邊看直播一邊看球嗎 你們不都是在一邊看直播一邊看球嗎 我上次 我上次點開自己的直播 我想著我就看一眼 結果我就看了半個多小時 我也是醉了 看自己直播看半個多小時 對呀 自己就是自己的情敵 在 不重要喔 今天直播太黃了 而且我塗了口紅也就沒塗似的 就是因為這個打光 這個打光就 化了妝就跟沒有畫一樣 咳咳 我還可以再調白一點 我要不再塗一下我的嘴 已經很紅了呀 就什麼都沒有 口袋沒有 口袋沒有濾鏡 它頂多可以美白 我沒有在等 我根本就沒有想過來上海要直播 但我想想 我如果在上海不直播的話 我回了北京再直播 我這周的直播名額就浪費了 因為一周只可以直播一次嗎 對 該換歌了 青春的花瓣 我沒有染頭髮啦 我還是黑色 黑髮 沒有 沒有上次就是 就是 就是只是突然想到 就這麼說 說我想染頭髮 但我其實 應該 像我這種窄 就是幾個月都不出門 想想 你染了頭髮 你染頭髮 還要出門去 染 然後染完 過了兩星期 你又得去染 不然你就 頭髮會分層 然後再過兩星期 你又要去 出門 染 那就說明 你至少兩星期 要出一次門 像我這種 就是幾個月都不出門 那你這很為難我 而且我都 我都 我說句實話 除了公司 帶我們去剪頭髮 我都一年沒有 進過理髮廳了 我就是 新夢演播清的前一天 就是實在沒有辦法 頭髮太長了 然後 然後 才去的 理髮店 我躺在那個 我在教室的時候 我跟玉子說 我說我要去剪頭髮 我說 我說我好不想去 理髮店 我說 我一個死家 我沒有辦法跟理髮店的人交流 然後他說 他說 他說 我可以幫你剪啊 我說我要剪那種碎的 他說那才剪不了 就沒有辦法 就還是去了理髮店 對啊 對啊 就沒有辦法交流 他之前有幫其他人剪過頭髮 他說他只會剪齊的 但是齊的頭髮 不好看其實 他只會就是一刀切 今天很清晰嗎 今天只是因為不在我房間直播 所以看起來很清晰 對啊 跟Tony老師沒法交流 我今天也想黑箱子 但是我昨天沒有洗頭 昨天回來太晚了 而且我怕把玉子吵醒 我就沒有洗頭 我會不一樣 你看就這麼短 這麼一點點 嗯 嗯 對啊 我頭髮髮 我頭髮 就是 天然的 黑長直 都被拿去 淘寶買假髮 我真的不是假髮 我是真髮 但是拿我的照片去賣假髮 我也是對了 關鍵是我頭髮特別多 沒有啦 我之前還在那個 就是 摳摳上面看到 就是 拿我的照片去做美白廣告 我之前還發過超話呢 但是那種東西 就是你 你又沒有辦法找他 對呀 拿我的照片去做美白廣告 你就不怕賣不出去嘛 對呀 而且還是那個 這個 酷酷空間裡面的推送 噢 換歌了朋友們 全文顛倒 全文顛倒 天啊 我嘴上都沒有顏色 好奇怪 我去拿個口 真的一點顏色都沒有 看過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等你說我後 我在清醒 在那迷惘的世界裡 愛的口優去 忘記我所在別人 邪惡的游戏 我还在梦里 想代替的高养 是个体育的 我尽力了 对啊我只有 我只有就是 化妆品才会买很贵的 我平时买东西都不会买很贵的 鞋子我都不会买很贵的 斯凯奇都算我买的很贵的鞋子了 我最贵的一双鞋是 就是一双耐克的 800多 而且还是因为是小偶像同款 但是它那个款在国内买不到 国外也代购也没有货了 所以我就只能买了同一个样式的粉色 斯凯奇还是 现男人给我推荐 我买衣服都是 我买衣服都是 就是 就是不会超过300块钱 除了JK 对啊我买就是什么 就是买书包 就是买几十块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很贵的 买很贵有什么用啊 又没有什么很 又没有什么 买很贵有什么用啊 就是几十块钱的书包不是背吗 一样能装东西 对啊我买衣服都是 都是 都是300块以内 切割了 我上次还看到 就是超话里面有人在扒我的同款 我又说你认真的吗 我的同款有什么好扒的 扒出来都一两百块钱 我冷餐那件啊 冷餐那件其实是 其实那件不是我买的 那件是我新梦演播厅的时候一开始准备的节目 是买的那个衣服嘛 但是后来节目跟别人撞了 我就换了 然后那个衣服就没有用了 我觉得如果不用的话就很可惜 我就穿去冷餐了 所以其实公司买它 不行我不能为了同款博买贵的衣服 我觉得很多贵的衣服就是不好看 而且又很贵 对啊就是上台有很多衣服四五百块钱一件 然后我都不知道它哪好看 我就只有化妆品买很多的 因为化妆品就是 因为如果很便宜的会 里面会有不好的成分 它就会很伤害你的皮肤 但是我都不买护肤品的 因为我不互服 就我每次说 我就不怎么用 就上次就是去化妆的时候 他们找我借了 说有没有认妇乳 我说我没有这种东西 我从来没有用过它 就我觉得很神奇 说你从来不用这个 那你用面膜吗 我说一个月用一次吧 就他们都会觉得很震惊 没有因为我就是 我感觉用不用差不太多 我都没有护肤品这种东西 我顶多就会买面膜 防晒我有在抹 上次去央视外物的时候 我每天都抹了 但是那个我不知道 它开了半年之后就没有用了 其实当时是用的去年的 因为上面写的是 保质期有七八年好像 反正好多年 我忘记是多少年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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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它就没有抹肤品 没有用我就晒可黑了 我晒黑了好多 我上次就是跟张怀琴一对比了 天哪 我们俩就是 就是 就是 那个叫什么 黑白双下 就我跟怀琴 咳咳 对啊 我们昨天晚上就是 录完那个 演播清回来的时候 就是下车的时候 然后 因为我穿一身黑嘛 然后就是 半夜的时候 然后就是当时 姐姐和军姑和 包子在前面 然后包子就一直 我就站在他后面 他就一直说 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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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他就看不见我 对啊 太惨了 我就站在他后面 没有他真的没有看见我 他就看不见我 你之后 他说那是 他的参照 你之后 他觉得他做参照 干了 你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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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见我 我不见我 你不见我 那你不见我 我不要你说 你想去我冒汗 当当走向那空听的歌 Heavy 已有黑声 没有我拍立的时候就下黑很多 然后我有拍那个 就是央视的那个外部 每天都在暴露 我以为我涂了防线霜就不会下黑了 我还用丢了一把伞在高铁上 一把伞可好看了 就是结果就掉在高铁上 我最近就是睡醒了会特别猛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睡醒了之后会觉得我是谁 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我要干嘛我叫啥 就是那种 我没有起床期 但是我睡醒了会很懵 就是懵到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我那天 来上海那天早上 那天早上不是我们五点半出发吗 然后 我盯着四点半的烙铃 然后我醒来之后 我就 我就以为我迟到了 我就一天从床上船 就是跑起来 我拎着箱子我就往外走 然后走到一半好像不对 好像不是四点半吧 然后我说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好像是记错了 就是我整个人起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要起来要干什么 对啊我那天 就是那天刚到上海那天 就是不是要去上课吗 然后到的时候因为太困了 就睡了一会 然后我订了烙铃起来上课的时候 我一直起来的时候 我想了大概十分钟 就是我坐在床上想了十分钟 我是订烙铃起来干什么的 然后 然后我才想起来 哦我要去中心上课 就是我不知道我是 我醒了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起床 对啊我甚至有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在上海吗 甚至有的时候睡醒了以后 我就满脑子问好我现在在哪里 就是我现在在哪儿 对啊就 就我一直醉了 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该干什么 对啊 对啊但是我不会有起床气 就不会 就很奇怪 一般人都会有起床气 但是我没有 对啊 对啊我一般不会因为什么 什么事情生气了 我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我唯一一个生气的点就是 就是谁冲我生气 我就冲谁生气 除非这个事是我做错了 如果是我做错了 我就会道歉 但是如果 如果 如果就是 很奇怪的方式 就是 生气了 那我也会生气 没有啊 我跟马玉琳生气 也是因为她跟我生气 好不好 放这个 对啊因为她就很奇怪 她就动不动就生气 她一生气我就更生气 然后就 就 没完没了 就是谁生我的气 我就生谁的气 这是我控制不住的事情 就别的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生气 小北 小北还好吧 小北就是 小北是 嗯 就是 小北其实也很少跟我生气 她就是B50那段时间 她可能心情不太好 她就很 喜欢抬杠 但 她就说她在 她就说她在 他在北京的時候 就是睡不著覺 然後還脾氣特別不好 就是幹什麼都不行 然後睡著了 好不容易睡著了一點點動靜就行了 其實我覺得吧 就是我不是 就是我不是人身攻擊啊 也不是說他有病什麼的 我覺得他有點神經衰弱 所以然後當時我就說 我就說 就是讓他去看醫生 我覺得就是 如果真的 神經衰弱的話就一定要去看醫生嘛 然後他就 他就說 他就說他肯定不是 他說他就是因為在北京才睡不著 他說他只要回了家 就就會睡著了 但其實他回 回他家那邊也沒有睡著 他現在也是 就是晚上會 對 對啊他如果在北京 我就絕對把他 拉著去醫院了 但他回去了嘛 我讓他去醫院的話 他就會 就是 就是嘴硬 就他一直吃那個 安眠藥 就是脫黑素 對啊 就狂吃那個 可是那個我覺得吃過的很不好 就是 會有依賴性 而且會有抗藥性 我一直都是在跟他說 讓他去醫院 對阿 然後我就覺得他肯定是 就是有點神經衰弱 然後 對阿 然後我就 我就一直勸他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 我昨天晚上還給他發消息 讓他去醫院 我說你要是實在不想去醫院 你就去看中醫 就是喝點中藥 調理一下 其實我覺得中藥有時候 比西藥管用很多 他就有點 鑽牛角尖 可是他現在不在北京阿 他在北京的話我就把他帶去醫院 把他綁過去 搞個麻的 把他套過去 接歌了 糖 對阿 我覺得我好像就是瘦了之後 眼睛都變大了 為什麼呀 我看有的反圖就是那個眼睛大的 就是大的都不好看了 都有點離譜 然後我想說是你們反圖的時候 有會把眼睛故意披大嗎 還是說照出來就這麼大 那我下次不要不要 真這麼大我下次你們拍反圖 我就半真 因為太大了不好看 對阿 對阿 就從我瘦了之後 就有的圖就 特別奇怪 對阿 下次反圖我就這樣 哈哈哈哈 沒有阿 沒有阿 就之前生日的時候 不是瘦了好多嗎 對我昨天去錄眼波廳的時候 然後眼波廳的那個化妝師 不是請的那個敏娜的化妝師嘛 然後就是她幫你化妝 然後我在那化妝的時候 那個姐姐就是 化到一半的時候她突然說 你沒帶美瞳嗎 我說對阿我沒帶美瞳 她說天哪我以為你帶美瞳啊 我說 然後她說 她說我就是 就是眼 就是 同仁特別大嘛 她說 她說那你會帶美瞳嗎 我說我會帶 她說那你這樣帶美瞳 不會 就根本沒有用嗎 我說 因為我近視 安慰 就變聽話 近視150 對啊而且那個姐姐還說 還說我的眼睛 就是眉骨什麼地方 就是和眼睛的那個 她可能說的是這塊吧 就說那個地方是 凹進去了 就說 就說我五官還挺立體的 說一般人這種 其實不是很常見 感受陽光 不停打轉 你出了我眼光 沒有啊 就是一百多度 雖然你平時 不是很影響生活 但是 你要看仔細的東西 就看不起 嗯 混血 可能是非洲混血吧 會近視啊 如果你要看 看字的話 或者說上課 就看不見 看仔細的東西看不見 但是不影響生活 對就是點麥當勞 看不見菜單 盲點 對我今天有戴那個眼鏡框 就是這個 哎呀 對阿 有點太大了 沒有小的 沒有小的 就是一個鏡框 就是我之前就是 哎呀 就是聖誕特別公演 跳那個 那個黑夜女神用的那個眼鏡 太大了 我不會戴這種眼鏡 就很奇怪 我也是覺得好大 我沒有這種眼鏡 為什麼這麼大 現在好大喔 我來掰一杯 現在好大喔 我來掰一杯 換歌了 Bingo Bingo 對阿 因為這個眼鏡就是十幾塊錢 這個水是酒店的水 但是還蠻好喝的 這個水是酒店的水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嗓子怎麼了 可能開空調吧 可能開空調吧 免費票 我頭掉了 我跟麻球 我跟麻球互相換的 我 忍不住香港 以後 這些藍一段氣球 將新穿變成個宇宙 對阿 對阿 誠信換票 對阿 誠信換票 我生日公演 我都有 將近四個月 沒有看法 然後生日公演完了 我說我要 一定要睡上三天三夜 其實我就睡了一個早上 然後就回學校了 然後從學校回來 就一直在忙到 忙到今天 今天還好 今天睡到下午 但下午還是有事要去 去 學歷生日不在耶 其實蠻想去的 但是 十六號晚上回來 對阿 上十七號的公演 因為十六號有事情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哇 要放劇情了 這個 這個是MV版 我們換一首歌 黑夜女生 今在廢墟之中 一片顯紅哀愁 嗚嗚 別來 拯救我 嘿咪哀愁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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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的女生就是我 You'll never know 你怕过什么 这就是我 黑夜 哎哟 等勾兑的新公演上了 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我们队的啦 你们有没有觉得比较好的主题 因为其实现在还没有开始做做准备 没有啊 因为我们这个还需要很久 我们总演前肯定不会像的 因为要等勾兑新公演 帅气风 其实我觉得是公演需要一个主题啦 没有 没有 没关系 你们急也 也没有办法那么快 你们只有不急 哎呀 我的嗓子怎么了 寻演计划 没有听说 嗯 嗯 其实特别想要去训练 呃 先一看 一看 You'll never know You'll never know 换歌了 我喜欢这首歌 青春生着的更直接 为了一起相遇 在人潮勇气的街 一起结伴啊同心 让我们一起超越 哇 我的直播两个小时了 我每次直播都好久 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关直播了 大家早点睡吧 感冒应该没有感冒吧 我还觉得好热 拜拜 你们去看四条杯吧 我也去看一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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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早点睡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